子仁传 柳宗园 陪风疏之地在光德里 由子仁款其门 愿由细语而处焉 所知寻隐规矩绳末 假不居龙灼之气 问其能 曰 无善夺才 是动语之志 高深 远方 短长之夷 无直使而群攻一焉 舍我 众莫能救一语 故似于官府 无寿禄三倍 坐于私家 无收其职大半焉 他日入其室 其床驱足而不能理 曰 将求他功 于甚孝之 为其无能而贪禄是货者 其后 经兆隐将是官属 于网过焉 为群才会重功 或执斧金或执刀具 皆还立向之 此人 左持隐 右执杖 而终处焉 两动语之刃 拭目之能 举挥其杖 曰 扶 比执扶者奔而幼 故而止曰 聚 比执聚者 躯而左 额而金者拙 刀者消 解释其色 似其言 莫敢自断者 其不胜任者 懦而退之 亦莫敢运言 化功于笃 迎齿而趋尽其志 寄其好礼而垢大厦 无尽退言 继承 书于上洞曰 某年某月 某日某件 则其性自也 凡执勇之功不再列 与原是大害 然后知其数之功大矣 继而探曰 笔将舍其手艺 专其心智 而能知体要者于 无闻劳心者亦人 劳力者亦于人 笔其劳心者于 能者用 而智者谋 笔其智者于 是俗为左天子 向天下法矣 故莫尽乎此也 笔为天下者本于人 其执意者为徒利 为相师 理须 其上为下士 又其上为中士 为上士 又其上为大夫 为清 为公 离而为六职 盼而为百义 外伯四海 有方伯 连帅 君有首 亦有载 皆有左正 其下有虚立 右旗下皆有色夫板隐 以旧意焉 由众公之各有职计 以实力也 以左天子 向天下者 举而加焉 之而使焉 调其刚迹 而迎缩焉 其其法制 而整顿焉 由子人之有规矩 神末 以定制也 则天下之事 是谈其职 即天下之人 是安其业 是都之也 是也之国 是国之天下 其缘而细大 可守聚其土而焉焉 由子人化功于赌 而寄于成也 能者进而由之 是无所得 不能者 退而休之 亦莫感运 不炫能 不精明 不轻小劳 不轻重观 日以天下之英才 讨论其大经 由子人之善运重功 而不乏意也 服然后 向道德 而万国礼矣 向道既得 万国既礼 天下举手而望约 无相之功也 后之人 寻祭而慕约 彼相之才也 事或谈应周之离者 曰 依父周绍 其百值事之勤劳 而不得济焉 由子人 自明其功 而执用者不列也 大哉相互 通世道者 所谓相而依矣 其不知体要者凡此 以克勤为功 以博书为尊 绚能精明 轻小劳 轻重观 窃取六值百亿之事 隐隐于府庭 而以其大者远者焉 所谓不通世道者也 由子人 而不知神莫之曲直 规矩之方圆 寻隐之短长 孤独众众公之府 经刀具 以作其意 又不能背其功 以致败祭 用而无所成也 不亦谬余 或曰 以主为适者 倘获发其私智 牵制子人之律 夺其事手 而道谋适用 虽不能成功 起其罪业 亦在认之而已 余曰 不然 服神莫成臣 规矩成设 高者不可一而下也 狭者不可张而广也 有我则顾 不有我则匹 笔将乐去顾而就匹也 则卷其树 莫其志 悠而而去 不屈无道 事成良子仁耳 其或是其获利 忍而不能舍也 丧其至良 屈而不能守也 动脑污坏 则曰 非我罪也 可忽哉 可忽哉 于为子人之道 累于相 故疏而藏之 子人 盖故之省区面世者 经为之都料将云 于所欲者 杨氏 钱其名